做出一個直條,可是這個直條圖以後要變成程式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把那個什麼啦 把開發留言打勾 可以確定一下 那這個地方可以用錄製聚集 有沒有把剛剛的動作彩排出來 然後把錄製聚集把它寫成程式 因為如果剛剛的動作你不會寫對應的程式的話沒關係 其實在 Excel裡面有這個錄製聚集功能 那我們可以先彩排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呢 產生一個 這個 這個圖表然後對應到這個插入這個直條圖 幫我放在這邊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呢 把它變成程式的話那我該怎麼做 如果不會寫這個對應的程式,沒關係你可以 先把它錄下來,那錄下來的話呢方法大概這樣,第一個 我們名稱叫什麼比較好,叫直條圖聚集好了OK,比如說這個名稱 那這個直條圖聚集的話,第一個你先彩排過了 第二個的話呢,錄製,名稱也許叫這個 叫直條圖聚集,按確定 那我們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按確定 1把這個範圖選起來 2的話呢,做什麼呢 做插入這個直條圖的動作 那直條圖裡面的話就這個 3的話呢,就是把它移到哪裡,移到這個 移到這個 12的這個位置好了 12這個點好了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變更一下,這上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叫圖表標題 那圖表標題變更為什麼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上面叫各分店業績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叫各分店業績 那你就把這個資料打上去 然後另外的話,我希望這個上面的字 的大小大概就改成18好了 然後顏色的話,改成紅色 好,這樣就OK了 完成 那最後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停止錄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錄製的結果 到底哪些地方呢 程式部分的話,剛剛有個直條圖聚集 那你可以按編輯,有沒有,你可以看到它程式到底錄了什麼 它會切到VideoBasic打開給你看,就這個東西 那我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放在這邊,然後 字太小的話,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把它切到大概12號字,至少 好,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錄下來的東西 大概上面的這個註解可以拿掉,這個其實是多餘的 那理論上我們剛剛第一步就是什麼,優標放在 什麼呢 B2到 C9,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這一行錄下來就是Range B2到C9,slate,其實slate就選取 然後它其實主要增加哪一個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下面這一行 叫Active Shoot 意思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Active Shoot指的是什麼 Shoot指的工作表 目前的就這一個 OK 然後呢 這個Shape 這個Shape指的是一個圖 意思是說它會增加一個圖 然後呢,用一個方法叫Add Add一個Charm Charm的話就是這個圖,圖形 然後後面有多個2,版本是2 OK 那你會發現,其實這兩行我查了一下,這兩行就直條圖的意思 所以它的形態呢,就是直條圖 Denslate 那底下的話還有哪一些 再來第3行是什麼 這個地方叫Sets Source data,指的就是你的來源在哪裡 來源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有一個叫Range 工作表1 就這個 B2到C,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選取啊 B2到C9跟這個一樣 而且這個Data source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一行可以把它砍掉了 其實這個Denslate 這個其實是可以 這個不需要的 因為底下就有一個 有一行去敘述說 它的資料呢 是在哪裡 所以這個不需要 那甚至呢,你這個地方還可以再一個修改 什麼修改 就是那個Range後面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這個工作表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E後面經代號拿掉 甚至連那個什麼 錢的符號都可以拿掉 其實就恢復成這樣 B2到C,意思說我的資料 在B2到C9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還有什麼呢 移動它的坐標 把它移動到 E2 的位置上面 不過它是用什麼 Increment Left 意思是增加位置 所以這兩行 將來其實你可以改寫成什麼 其實以後那個坐標 這兩行 我把它先註解掉 註解的話就前面加單影 加上單影號 這兩行 這個是新增一個圖表 然後呢 再把資料放過來 另外移動位置 如果移動位置 這個可以先註解掉 因為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 後面這個地方 其實還可以再增加它的位置 跟它的寬跟高 其他還有像這兩行其實也可以註解掉 它要選取它 貼上 其實這個地方我們是因為 從別的地方把文字貼上 因為這兩行其實可以把它註解掉 然後 再來的話 主要是那個 Active Chart 就是目前的這個活動的這個圖表 它的Chart title 它的圖表標題 叫這個名稱 有沒有 各分店業績 然後還有它的Size 它的其實 底下的話你可以這樣改 其實Active Chart 這個Title 後面的話其實你可以這樣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改成這樣 加Active Chart的什麼呢 它的Fone Size 字的大小 其實改成這樣子 更簡單 另外的話還可以什麼 底下的話甚至這些顏色的話你可以甚至可以改成什麼 一樣用RGB 這個RGB可以留下來 但是你可以把它改成叫做Active 之前好像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叫什麼 Fone Fone的有沒有 其實類似差不多就是什麼 Fone的顏色啦 Fone Color 其實也可以這樣 Fone Color這樣比較簡單 有沒有RGB 就不用這麼多 Wiz到Wiz這些東西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其實 真正需要的程式呢 只有這幾行 總共五行而已啦 包含這兩行是 把那個圖表建立起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那個 標題改成這個名稱 然後大小 然後顏色 所以我重新RUN一遍 再把它Delete掉 然後來RUN一下 基本上我按F8好了 主行跑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就是金針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第二個呢 它的那個 來源給它一下 它其實來源這邊已經有選 所以它 一樣 只是變更 所以如果說假設 我們再把它Delete掉 如果我現在不選這個範圍 我直接 跑的話 把它停掉 重新再來過 Add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會先 它一樣很聰明 自動抓到 然後一樣 Source給它 那再來的話 把什麼 上面的這個標題 改成叫 各分店業績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這個地方 銷售變成各分店業績 大小的話 變成18 然後顏色 變成 紅色 紅色 RGB的話 第一個數字 就R 所以R 是255 後面00 好 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 第一線 問題第二階段 可能要修改哪些地方 你會發現 老師 那這個地方 我沒辦法把這個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12 這個儲存格的 假設我希望把它放到這個點上面 然後寬度的話 300 高度的話 是200的話 那怎麼怎麼去剛好設定這個 其實 剛好我查了一下 其實未來如果你假設有些地方 不太清楚的話 你其實可以在 某一個方法上面 比如在 adchar2上面 按F1 它會跳出什麼呢 官方的一個說明文件 那它裡面的話 告訴你說 這個adchar2後面的話 如果加上 第一個參數是樣式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也是樣式 所以這兩個就是都樣式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左邊的坐標 上面的坐標 跟那個什麼 跟高度跟寬度 所以 其實我可以 後面這個new layer 這個可以不用加 所以主要我們可以後面加 四個參數 就可以達到我要放的位置 那放的位置的話 所以 你可以在 adchar2後面 再增加什麼 跟他講說 我第一個參數 我是希望放在 12儲存格的 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怎麼敘述 首先的話呢 那個儲存格叫什麼 叫range 我們用range來敘述 但你也可以用sales 只是說用range的話 相對會比較簡單一些 那個 range 1、2 OK 意思說指的是 這個 這個儲存格 它的 左邊的坐標 左邊的坐標 是叫lams 所以你打一個l 它就出現lams OK 跟他講說 第一個參數 是這個range 左邊的 這個這個坐標 OK 那它上面的坐標 其實就是這個點 lams 指的是x 那y的話 指的是top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在逗點 後面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我把它貼上 然後來改 改成什麼 點什麼 點top就可以了 特別是 top指的是垂直坐標 lams 指的是水平坐標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這個圖 理論上就會放在這裡了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放過來 有沒有發現 它放過來的位置 剛好在這個點上 只是問題來了 這個好像不是我們 最後要的 因為我們最後要的是 寬度是300 高度是200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再補 補一下什麼 補這個後面 再把它豆點 那豆點後面的話呢 就是 直接跟他講 寬度是300 300個點 豆點 後面是200 好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所以如果我把它run完之後的話 其實主要 我們最後 這個其實 這四行其實就多餘了 把它delete掉了 所以呢 我們最後做完的程式 基本上 就只有 五行程式 OK 就這五行 那我把這個最後結果執行一下 看一下最後結果 OK 那如果OK的話 那表示呢 這樣子就是我們要的 這樣子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第一個 幫我新增過來 位置放在這個點上面 寬度是300 高度是200 這樣OK了 再來的話來源再重新設定一下 標題換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這幾行 先完成 就是錄製下來的程式 把它修改一下 最後改完之後 就是這五行 來畫面換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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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先把這幾行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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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